有請許家瑩同學 尊敬的各位嘉賓 校長 副校長 各位主任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來自創社的許家瑩 好多謝各位嘉賓和家長 於白亡之中 抽空出席 我們創社的高中畢業典禮 在此 我更代表全體畢業同學 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六月是一個畢業的季節 歲月匆匆 在不知不覺間曾經滿念志氣的小朋友 是兒童節的今天要高中畢業了 此刻我們充滿著感恩和不捨 感謝十多年來的保守和帶領 眷顧著我們 使我們在平安的環境下絕重成長 體會送望愛善正的基督教教義 見證上帝門門的恩典 陪正中學曾經慘淡經營 掙扎求全 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創校百多年例 配正與時並進 讓我們學生在完善的教學系統 以及美好的環境中學習 成為在德、視、體、群、美、靈各方面都得到均衡發展的青年人 我們即將要告別校園 回望走過的課室、走廊、禮堂 奕起曾經一起經歷的點點滴滴、汗和淚水 製造成大家臉上最真摯的笑容 我們很榮幸可以見證陪正中學在教學課程 以及配套措施上的不斷改善 感恩學校堅持教書育人的神聖責任 推動我們秉承非以逆人、乃逆於人的服務精神 回歸社會 成長路上總會遇到挫折 感謝一直最接近我們的父母 讓我們可以放心是屬於我們的天空上面傲場 我們曾經反叛 經常要你們擔心 感謝你們一直不離不棄地支持和照料我們 令我們體會到愛和關懷 現在我們長大了 我們會懂得照顧自己、愛護他人 做個有承擔的人 在以後的日子裡面 用行動來報答父母的恩情 要突破自我、堅持夢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感恩遇上一班經驗、熬業的老師 當我們因為成績差而失去信心的時候 是老師 變成我們逆流而想 提醒我們不要放棄 當我們犯錯而不知所措的時候 是老師鼓勵我們承擔責任並凡事過錯 曾經我們不理解老師的苦心 不是埋怨老師的安排 但如今我們非常感激老師 令我們發現自己的獨特之處 推導我們做到自己曾經認為不可能的事 容許我再次代表創社的同學 和所有老師衷心地說一句 老師,辛苦了 多謝你們 我們會謹敬你們的教誨 實現自我 與良有伴行 路遙而不覺其軟 我們感恩在培政中學 遇到了各位同學 在這十幾年間共同成長 互相扶持 在測驗之前 商討解決難題 在班齊比賽當中 互相打氣 為比試而歡呼 在課堂上 因為一些小事 而控堂大笑 這些回憶 依然歷歷在目 學習 因為有你們同在 而變得快樂 困境 因為有你們的陪伴 而變得容易跨過 你們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 曾經我們期待著每一個假期 為突如其來的停課而歡呼 但現在我們真的要離開了 是培政中學所經歷的一切 我們都會鳴記於心 不論今天或以後 我們都會以武校為榮 並成紅藍精神 畫著一火刺熱的心 愛人律己 並堅持真理 做自善自正的事 關心社會服務社群 最後我更代表全體畢業同學 共祝武校校務蒸蒸日上 視掌們健康快樂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